彭小冉和金翰主演的电视剧《君九龄》迎来了高潮,君九龄的承认了自己公主的身份,而且还和朱赞在一起了,不过好事多磨,婆婆又来插一脚了,御夫人就已经很欣赏君九龄有勇有谋的金国气度了,而且君九龄还和和御夫人一起为百姓失周,共行善事,君九龄这个格局是被婆婆认可的, 她一直实在撮合君九龄和朱赞的,若不是祖母多次出面,明兰恐怕就会被康乙母逼上绝路,而且在后面的剧情里面,康乙母手都伸到顾家要折腾明兰,硬生生被骂的路都不会走,康乙母明知明兰怀有身孕的情况下,还四处刁难,明兰与康乙母翻脸,找祖母相助,祖母还被人陷害吃下糕饼,昏迷不醒,明兰身怀六甲,也要替祖母做主,讨个公道, 幸好最后,康乙母落网,不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最好看是这段话,就是常嬷嬷这段话太霸气了,常嬷嬷对康乙母那段真的值得反复观看,太绝了,太绝了,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,康乙母老来骚扰明兰,这句太典型了,康乙母就是王家生出来的不义之人, 其实,张妍妍还饰演了杨子和邓伦主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,她就是紧妮的母亲,鲜花神子芬,这是一个迷倒三界众生的角色,而且整一个故事也是从她展开的, 其实,张妍妍还有不少的经典角色,比如,我的前半生饰演苏曼叔,狼牙榜之风启长林饰演云娘子,狼牙榜饰演丽养长公主,虽然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主角,但是每一个角色都演出到位,让人影响深刻,不拘泥于年龄的角色,配角也能成为经典的角色,这才是一位演员最好的功底,也是对这份职业最大的尊重,期待张妍妍的其他角色。 感谢观看